然後我就是把他照顧,就是要鼓勵那些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人 接下來接下來這個任務 嗨大家晚安,我是麵包 然後我本名叫李偉琪 但是因為我長得像麵包超人 所以很多人叫我麵包 所以對,就這樣 然後其實Amy找我來的時候,我就說 可是我應該不是什麼成功人士,我應該是麵包界代表 他說可以可以可以,然後我就來了 然後他動得好快 反正就是我其實比較喜歡說我自己是一個拍照的人 但是其實我有很多身分 我有時候也會拍MV,然後我也是VJ 就是樂團表演的時候在後面投影了一些你看不懂的抽象的東西 然後就是我有時候也會幫朋友剪頭髮 所以我也是家庭理髮師 然後其實我一開始是一個就是讀外文系 然後從小到大,我人生就是四個捷運站的範圍 然後就是小時候都會被笑,就是說你人生很窄 就是從幼稚園到大學好像用走路也都可以解決這樣 反正這樣子一直很避暑 然後又一直很狹窄的人生 就是可能一直到我開始拍照的時候才比較有開始改變 然後起點呢就是我們外文系大學要畢業的時候會有畢業公演 然後反正就有因緣機會我就可以拍照 所以我就,他本來臉沒那麼綠啦 反正就是,我就開始幫我們畢業公演拍一些宣傳 然後或者是劇照 然後後台的照片 反正我就是跟著他們一直跑來跑去的 然後開了幾屆之後 突然覺得,欸我好像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劇場面燈光師 他也是大學生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其實本來不想要再做燈光 他覺得劇場很辛苦 可是因為他看了我的劇照之後 他就覺得,嗯我好像可以再撐一陣子 然後我那時候他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就是 可以說髒話嗎 反正就是超勵志啊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喔原來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好像可以因此帶給別人一些力量 然後因為其實我 我不是一個很外向的人 所以我也不會主動去跟人家攀談 那可是經由拍照 我可以進去很多的場域 是被允許的 或者是我可以因此就是跟很多很多人接觸 或者是逼迫自己跟很多人 就是有交談 或者是我去拍他 那其實是一個 你知道在古代的時候 大家會說拍照的時候 你的靈魂會被射走這樣 所以我居然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反正就是大學畢業 我就是覺得我還蠻想要拍照的 對,好像可以因此就是我對人的興趣 可以得到一個出口 但是呢就是當我想要成為一個真正攝影師的時候 我卻好像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根本就不認識人 然後我也不是相關科系畢業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 就我也不是很想要去婚紗攝影業 就是那時候自己不太喜歡 所以就覺得好像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後來因緣際會 對又是因緣際會 就是我就開始拍一些樂團 然後開始就是認識一些人啊 然後他們都是可能平常就是窮窮的 但是他們很喜歡音樂 然後我幫他們拍樂團的照片 然後他本來臉不是黃色 然後這本來是粉紅色 反正後來就剛好像23號辦了一個樂團 他們是少女天團 然後我就幫他們拍了單曲的封面 然後後來又很幸運的就是認識了一個音樂公司的老闆 然後他就說 欸你要不要再幫我們拍專輯封面 然後就是以外界一般客觀的想法而言的話 這應該就算是所謂夢想成真吧 但是就是夢想成真之後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因為故事通常都只寫到這邊 反正我就拍了封面 就是反正我們公司裡面的一個吉他手 然後還有唐青就是上一屆的焦點女生 他也有來參加 然後他雖然是一個家具店的老闆 但是他也有出專輯 然後我就幫他拍了封面 然後這是因為他是一個 就是他很喜歡撿路別的家具 然後也是他的興趣 他可以用機車然後載一些書桌啊 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就是載回他的店之後就是販賣 然後販賣的所得他會捐給西藏或者是偏鄉教育的部分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因為這些椅子啊 他曾經都是被丟棄的 可是到後來他們卻找到自己 就他們被找到了然後被帶回去 然後或者是被重新的被珍惜 然後我們就用這樣子的概念 拍了一些像剛剛那些椅子的照片 然後他們看起來好像很不錯啊 就很像舉照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我用機車 然後我必須要整個人可能要鑽進去 然後就是像笨蛋一樣騎在路上 然後去找我覺得OK的點 然後就幫這些椅子拍肖像 那這是唐青小姐 然後這些照片就是最近得了一個法國的攝影比賽的獎 但是其實那也不是一個很厲害的獎 然後就是我只是 然後就是在那個音樂公司做了兩年之後啊 為什麼要抱這個球 就是因為我平常其實都要拿相機 我覺得現在很自如 然後我就覺得你們超厲害 為什麼都可以看看 反正就是在那個公司兩年之後 就是我的老闆甚至還要求我說 欸你要不要拍MV 然後其實我根本就是一個土炮 土炮是什麼 就是什麼都不會 然後土字炸彈 然後就是啊怎麼樣都寄不到 然後搞不好就是人家所謂劇組就是超大 但是我去見場地的時候 人家就說你是劇組嗎 你的攝影師呢 然後就說我啊我啊 那導演呢我啊我啊 那製片呢我啊我啊 對不對 然後反正就是像這樣子土炮的人生過了兩年之後 我就是越來越覺得 因為其實有點像是你必須要去激素的 把事情都說到不只是及格 而且是有點像 必須要有那個樣子 你要看起來就是好像已經不能是學生作品 但是我根本就沒有學生作品的階段 所以其實這兩年就是覺得有點煎熬 而且跟攝影越來越遠 所以我最近就是又成為迷惘界的代表 就是我就決定辭職 然後現在就是遊民這樣子 然後呢就是我一開始不是說我原來我想要拍照 是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我拍的照片是可以對別人有用 但是我後來發現其實不是啊屁啊 就是我拍照根本就為了我自己 因為就是拍照的過程中 我其實就會一直去 一直去逼迫自己說我到底是誰 然後我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 或者是我今天在面對你 我想要拍你的時候 我到底要 我要怎麼樣才能靠近你 可是你又不會覺得說 哎呦變太紅 然後我壓迫就是 其實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就是要怎麼去突破人跟人之間的那個 就是bubble 就是覺得喔好難 然後再加上因為我又是個土炮 所以我就是必須要常去想辦法 就是達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就覺得這真的是 又痛又爽的 反正然後前幾天我想到就是聽到一句話 我就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有一個攝影師他講說 攝影到底是什麼呢 攝影就是人跟人之間 就是拍攝者跟被攝者之間 他們那個彼此表面張力 如果你是宅男就知道可能是AT立場 然後就是那種 就是中間那個交錯又抗衡 然後又有緊迫的那一層膜 所以就是我其實到現在還是覺得 這層膜就是非常的迷人 雖然我每次在拍我的朋友們的時候 或者是拍各式各樣的人 然後我都會覺得拍完就是精疲力盡 因為我花很大的力氣去做這件事情 甚至是我在學運的時候 然後我就去搭訕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然後幫他們拍了就是這樣子的肖像照 就是如果我不拿相機 其實我根本就覺得 我不要跟你講話 就是對我來說會很害怕 所以就是身為一個遊民 接下來其實我比較 就是想要去思考關於攝影跟我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比較像是一個身為人的修煉 然後然後其實我現在 快結束了 那就是 我現在就是變成說 我大部分都是接一些樂團 或者是被影力組織 像最近剛拍完一個綠檔候選人的影片 就是預算也很低 然後反正就是 然後我在櫻花樂打工 就是一邊做一些可以養活自己的事情 然後再去用這個錢去做我可以做的事 然後就會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嚇倒我 然後最後這一張照片 其實是我最近正在拍的一個私人的攝影計畫 就是關於日光燈香免術這樣 講完了 謝謝大家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歡迎我的老闆 就是文創界的SHE 本來就是有一個人試過 你先去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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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